天再来 会不会与你相逢 这是我们的支票 子欣呢 他把支票存进银行 想起过去就像是一场梦 当时子贵金家门的样子 好像还在眼前 我真没想到这么朴实的一个人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父亲生前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念 竟然会生出这样的儿子来 你弄错了 他不是 子军啊 你去打个电话问问创事 要不要一块来吃晚饭 嗯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原先 我是想在天津 跟朋友合资开画廊 不过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到巴黎去学美术 那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 那个时候 爸妈不希望我飘洋过海 所以我就没去了 人生苦短 能够有这个机会 了结少年时代一段心愿 也未尝不是美事 我叫创事替你办手续 金钱是赚不完的 有的时候劝劝创事 不要把得失成败看得太重 叫创事抽空带你来巴黎找我 让我们游拼欧洲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坐 好吧 我干嘛不来 我又不是没脸见人 你这次是不是又奉命行事 拿你的亲妹妹来讨好你的主子了 创事对你好不好 创事对我很好 不过有你们这一伙 胡圈狗党在 老百姓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你真的这么痛苦你哥哥 你叫我出来 不是专程问这些话的吧 帮我一个马 送给子女 说我祝她一路顺风 外公 我只是要和天津处理一些私事 还要你来送我 这次不一样啊 你直接就和天津上传去巴黎了 记得 一定要打个电报回来 免得我们不放心 知道了 有空到巴黎来找我 短时间内的时候不是空来的 女人 玩你 好 我 就跟老百姓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帅来打奖子 饿你讨厌 可是我俩脚不听话 自己走了呀 好 我祝妳一帆風水 謝謝你 也歡迎你到法國來玩 巴黎是個滿有魅力的城市 如果妳結婚的話 也可以當然去度蜜月 我可以做你們夫妻的想法 好 我要上車了 志明 這輩子我們恐怕可能再見面了 保重 再見 再見 中村先生說他有沈心慈的一些資料 陳老闆我們就見面了 妳想打什麼主意 這句話應該我問妳 妳居然對我的事沒多大興趣 幹嘛派人調查我的底子呢 妳們中魂有句話 若要人不知除非啟莫為 我雖然對妳沒什麼興趣 不過我這個人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好奇心太大 舊王香是沈總探長 妳踏足上海兩月之後 派人暗中收集他的犯罪資料 我對妳認識 比妳所能想像的還要多 張來福先生 無需對朋友動槍動刀 我們是朋友吧 我們以後是不是朋友 以後再說 為了表示我對妳結交的誠意 這份禮物請您向來 裏面是賢經旗的資料 可憐妳用的事兒 齊老闆 後會有急 老闆 怎麼了 他到底什麼人 不但知道我的身份 連我們束手無策的事情 他都能辦好 老闆 那妳打算怎麼辦 最重要的就是這份資料 程先生妳好 好 請坐 拜託拿兩杯酒來 是 小智說妳有史招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個裏面 裝的是法租建 尋捕房總探長的資料 妳打開看看 這份資料可以證明 沈心驰在做總探長之前 在上海所破的幾個案子 全是鬧劇 他連同利民堂 還有幫會的頭子夏京城 一起搞出來的 然後他製造聲勢跟功績 使自己能夠升官發財 這兒我看妳跟他們之間 有深仇大恨 要不然不會搜集那麼多資料 妳可不可以 把這件事情的真實情況 老實告訴我 當然了 我是另有目的 不過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妳是法租建 最有權威的負責人 我想妳會秉公處理 爹地 請幫幫您解決這件事 我不騙探任何人 但是如果你剛才說的是事實 我一定會要 沈心驰接受他應得的發力制裁 這位先生 這位仲勝先生進手學的公文 為什麼 他憑什麼撤我的職 公文的特性的很清楚 我下見了憲法 我要見你們處長 對不起 請問你找我們處長有什麼事 廢話 我是律師 我代表我的當事人 沈心驰先生 要求處長 遵許我的當事人辦理保證 請等一下 中東的沈心驰偷上來了 這一次不會讓你輕易得手了 怎麼回事 好 朱先生 保證金要多少 要多少錢我都有 妳儘管開個價錢出來 沈心驰呢 是涉案的重品分 處長有令 這個人不能擔保 對不起 朱介陽 朱介陽 放肆 你和中士 到底收了成萬里多少匯金 他收多少我加倍 這次可以我禁告你 堂堂公布局的總統 居然會為了金錢 出賣自己的良心 這真是一宗天大的醜聞 不要以為我們中文好欺負妳 到時我召集各大商會的禮事 會讓你們好看 這裡是朱介陽 那又怎麼樣呢 這裡的華人有一百多萬 你們外國人也不過三四萬 你叫中士不要再乘微風 到時候 我們各大商會發動霸公霸市 掀起大眾的民族情緒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後果 妳就要自己看著辦嗎 妳現在就進行功課 對吧 我不是恐嚇 我只讓你們外國人小 我們中文都是好欺負 那要怎麼樣呢 不要這麼緊張 我今天不是來捷獄的 我只是想來拜祢保釋 小雪 你不應該跟那洋人鬧那麼僵的嗎 要不是我跟他們扯賴公公 你現在還蹲在牢房裡 喝茶 我看你喝尿還可以 你放心 張來狐要你死 我偏要你活 怎麼了 剛剛反胃 吐了 你幹嘛 我找醫生過來 不用了 我已經看過醫生了 醫生怎麼叫 我有孩子了 你有孩子了 天在來 會不會與你相逢 就…就是你家了 拿回房間去 對了 這位是新少奶奶 以後家裡事情呢由她主持 你們有什麼事直接找少奶奶 還有回頭把家裡所有人早來 我要介紹他們跟少奶奶認識 不用了 我累了 不小心休息一下 對了 你好好休息一下 小心點 我現在終於體會到了 什麼叫母瓶子貴 你等一下 老闆 你電話 等一下 好 都準備好了 好 那一些照計劃行事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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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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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一打电话叫医师 不用 喂 找竹子柜听电话 不醉 你好 卑鄙 犯了法 还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要打电话给谁 通知寻补房 我告诉你 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做了 你以为还有机会脱身吗 聪明的话跟我到寻补房去自首 让来复抓到你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愿意做到你听到没有 先必肯定是藏来的 嫁得过来 还没看我离开上海听到没有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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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军 来福 放了他 放了他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给我条深路 你先放了他 不行 再来我准备好车子 加满汽油 不要给我动任何的手脚 半路上如果出什么问题 我杀了这小子 你要带创始组 你在威胁我 只要我平安地离开上海 就放了他 我可以放你一条深路 但是你要去自首 杀了他 我也不去自首 这样我就先杀了你 杀了他 你杀呀 你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跟子军的关系你最清楚 我是在帮你 给你深路你不要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 这武器我下队了吗 二夫 你不用管我 你开枪 放了他 枪放下 放掉他 枪放下 枪放下 湘亭公 来人 你想怎么样 放了他 谁叫他助纣为孽 死都不敢 这只能怪他自己 他只不过是个小熊乖 就算他站在你那边 他也帮不了你 你不用帮他说好话 今天就是用黄河的水 也洗不去他身上的肮脏 他只有死 不要碰我 我求求你 你放了他 我求求你 不会 放他来普遍 给我整个的一拳 他被控摩杀罪的时候 我没办法帮他们忙 是因为子民 被船被抓去了 还叫了几个人糟蹋了他 把当时情况拍了照片 他已经照样危险了 后来到了法庭 我才知道根本就没那些照片 我很冲动的 总是他算账 可是后来一下 我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一定要要回来 多多少少 要点好处 可是我没想到 我越陷越深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我知道 我知道我错 我不应该贪图名利 离开了萨基团 到去沐发来工作 结果是到五个自发的地方 我还没有 当我发现 你跟来虎都排位成亲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这一生当中 犯的最大的错 就是没跟自明刀发过去 自明 碰到老爸的时候 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再错了 就跟他说 我跟自明刀发过去了 如果 是那个子龙在发布 在铁头散几 那是个两个人世界 多么的美好 他来告诉我 当我有空的时候带着我老婆 没有带我去发布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谁是这一生 我一直爱的一个女人 就是他 会不会与你相逢 当春天再来 会不会与你相逢 老板 我们来了好几次 青青姑娘都不在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大婶 请问您最近有没有看到 住在这里头的姑娘 你找他呀 他头几天了 被一个男人接走了 他家里把很多的家具 都送给我的呢 他跟那个男人走的时候 很高兴的 看起来呀 那个男人对他 蛮热心的 很细心的呢 你是他什么人呢 你要找他 麻烦你了 老板 想不到苏三哥死骨未寒 青青姑娘就 他有他的难处 一个女人 肚子里也有孩子 他有困难可以找你商量 也许他不想依靠我 青青 不到哪去 你去找陈医生检查 我陪你去 你不用上班了 不用了 钻钱是小事嘛 肚子里面的小宝贝 才最重要的 你就只管你的小宝贝 你就不管我了 我没有不理你啊 我们的事情会 经跟律师商量好了 等雷小冬一回来 我就跟他立刻办理离婚 好 你最好赶快找到他 赶快备车 是 公布局 宇宗氏先生同时下令 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负责这个案件 看来他想对付张成桂 清洗公共租借 好 陈老板 陈巧 我没有见面了 有事找我 怎么说是巧合呢 我已经打算杀了沈兴池 把他的尸体当作礼物送给你 可惜啊 功亏一篑 幸亏由你压阵 把他截了回来 这种合作 可以算得天衣无缝吧 你对我的一举一动 刘若执掌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你成为我事业上的合伙人 我对钱没兴趣 可是你对报酬兴趣很大 这是一份 我打算打进上海金融市场的计划 你们有没有合作条件跟方式 你可以慢慢拿去看 你不用立刻回答 你会去慢慢想清楚 我走 日本人喜欢剑 那就表示他们侵略的野心 请坐 我想 我们该好好地为我们未来合作 庆祝一下 我对你的提议有兴趣 是因为你告诉我 你可以帮我对付张常规 当然 我这个说话算话 我会帮你杀了张常规 刚好相反 我要你把他留给我 老板 张常规 请坐 请坐 好好 坐 坐 这是我们的购物单 还有价钱 您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办这些货 没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办得到 好 那就好了 那么我就委托贵公司去办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杨老板 我可以不可以保留这个小小的秘密啊 我可以不可以保留这个小小的秘密啊 为什么 开钱专项营号 最重要就是资本雄厚 所以嘛 要把白银作为储备啊 嗯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 在山东友军丝丝丝场 他想在上海做生意 你在上海吃得开 知道哪些人可靠啊 有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朋友 老板 有什么事啊 我有个客户可以介绍给虞创事 但是我不能出面 就当是你找到他了 我知道怎么做 这参谋总部给你的迷汗 我已经把三名情报员安插在万里里口 通往把收集到的情报送到日本 通过帮助我把鱼运出送 偷运白鱼 请你放心好了 我们会找个中国人贸易公司做盈户 即使被他们发掘到了 他们也可以安然脱身 我想 你向关东京发现龙村电报 叫他们把军火运到山东的警华袖装 警华袖装 那是我们在山东的情报基地 军火到那儿 就会变成尸丑 然后名正言顺地运来上海 现在可以睁开了 怎么样 看不漂亮 这凶针箱的钻石一定好贵的 你干嘛好端端花这么多钱 最近公司接了很多大生意 这不过九牛一毛我花得起 就算有钱你也不要乱花 遵命 你送什么给爷爷 没有 他的心眼 他的位子早就给你霸占了 哪里还会有我 原来爷爷也会吃醋啊 我记得 明天是爷爷的生日嘛 我一定要送爷爷一个大牛 让爷爷意外地惊喜一下 真的 最近生意比较好赚了点钱 我知道我爷爷最心爱的最舍不得的 就是不宜局了 所以我想把不宜局赎回来 送给他做生日礼物 可是不宜局没有押在我们银行里啊 什么 没有理由啊 我爷爷明明说把不宜局 就押在你们银行的 照我所知的确没有这回事 一定是你们弄错了 我爷爷要不是把不宜局 押在你们银行的话 那他怎么会有钱让我开公司呢 那我查看你资料 谢谢啊 他一向是你们的客户 查到了 创业贸易公司的资本 的确是从你爷爷的户头 转过来的 可是没有有关压不宜局的记录 那我爷爷的钱是从哪来的 这里不欢迎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样对我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 给我客气一点吧 我是你的财神爷 今天我来呢 是跟你介绍生意的 你的生意我不会接 这张来福的生意你接 我的生意你不接 这温柔台后子薄别吧 我跟张来福没有关系 是这样子吧 你想我想的 这杨老板 邓老板 还有美思洋行的方经理 一心百货的赵总经理 为什么肯跟你做生意 因为他们受了 张来福的好处了 没有这些大客户 你这间创业贸易公司 早就垮了 你这间创业贸易公司 早就垮了 这些客户都是我努力征回来的 跟张来福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想骗我 我不会信你的 真是条可怜冲啊 你受了别人这么大的恩惠 你竟然还不晓得 不过这张来福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他都会帮你的 你晓得为什么吗 他是为了他的心上人 沈子军 他怕你呢 没出息养不起老婆 所以他老兄就仗义帮忙 替你养起老婆来了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对 你骗我 你放屁 你胡说八道 你就当我胡说好了 这样的话 你心里可能好受一点 也许你老婆还生命大义 体谅你 不把你看拼 或者呢 你当我什么话也没有讲 你继续做你的生意 一切照旧 继续用张来福的钱养你老婆 反正站平一个人是你 再见了 用表弟 喂 我是 什么事啊余尚氏 我开车不小心 撞上书 我马上来 帮我备车 帮我备车 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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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胆出去 你出去 我不会有事的 不是子军有事啊 是你骗我到这儿来 你到底来的还真快啊 可见你对子军还是念念不悟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杀你 你喝醉了 没有 你以为我喝醉就糊涂了 我心里头比谁都清楚 你想得回子军 你这辈子不要想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回子军 不要再加心情 你嫉妒我得到子军 你想从我手中那边得回去 你说得对 我是嫉妒 我失去子军 我认命 因为我没有这个福气 所以我希望子军能得到幸福 只要你对他好 我就没有话说了 说得多漂亮多伟大 你骗得了子军 骗得了其他人 骗不了我 我先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你是个伪君子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你帮我 只是想得到我爷爷的好感 让子军感激你 我是帮你认作 希望爷爷不再为你担忧 希望子军以你而自豪 你还要侮辱到什么时候你 你是男人 你帮我 你只是想证明 你比我强 你帮我 你只是想证明我是个不重要的家伙 让我永远抬不去头来做人 我受够了 你前到现在一直在侮辱我 我是个男人 你是个懦夫 你是个懦夫你知不知道 我不认诺我 我不认诺我 你用诺你杀我 你杀我 要我杀你 我不会杀懦夫的 我不想掌握我的手 杀我 混账 你杀我了 没出息 子军嫁给你 我真替他可惜 你应该感到羞耻 你用诺就杀我 我要杀我 我要杀一声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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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不总是杀我 我要杀何医生 我就不是男人 闭嘴 我要不是不想让子军当寡妇 我 不想让你爷爷伤心 这一枪打死你 我认识你 你不懂得到吗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不懂得到我 我认识你 是那些武功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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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坏的 于创世曾经杀过人 伤害过你 他不懂政务 不懂人情 到头来 他有一个视他如命跟着的爷爷 有一个贤惠而忠心的妻子 在事业上面呢 还有我张来福帮他撑药 他不就是老天爷的宠儿吗 老天爷 还有另外一个宠儿 他就是张长贵 他坏事作敬 仍然可以逍遥法外 安安乐乐地过他的日子 而我 我自问连只蚂蚁都舍不得杀 虽然我从小过着贫苦的日子 但是我不气馁 我挣扎求全 可是老天爷偏偏跟我过不去 他就是不肯让我好过一点 首先呢 他先给我一个私生子的身份 然后交那个所谓弟弟 来陷害我 比我走上绝路 我就是不服气 我回上海 就是要向老天爷挑战 我要代替他 主持人间的公道 我大概是惹火了他了 于是他经由我的手 要了三哥的命 他也假借于创世的时候 拿走了我心爱的女人 当初是你先放弃我的 你怎么可以把仗算到创世身上 我当初只是不想你为我受苦 不想你有性命的危险 我只想你会远走天涯 我 我 我没有想到 你会留在上海 更没想到你会嫁给他 你刚才不是说过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吗 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 也是我一生下来 就注定要做一场事的媳妇 有的时候 我好希望你能成功地 斗化张长贵 但有时候 我又希望你能窝囊一点 不要再计较跟张长贵过去的恩怨 我宁愿你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忘记过去种种的一切 找个年轻的地方 找个你心爱的女人 重新生活 重拾你的幸福 幸福这两个字已经跟我绝缘 当我出生开始 我便跟幸福绝缘了 因为我不是老天爷的宠儿 我是个弃婴 我大概是酒喝多了 话也特别多 再见了 余太太 一切珍重 我会的 我一定会的 因为我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爷爷很关心你 还有我 我知道 可是爷爷最爱的还是创世 你最爱的 是你的丈夫 虽然我没有夫妻的缘分 但总可以做个朋友吧 我不需要朋友 不需要 你听着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等我斗垮正常务位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你 你走着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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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江湖道多瘋狂 空望险云他自走飞 回不惜茫然的与谁相对 万里风 换不息 曾经悠悠深深春夕 偏偏带不去多少神情依落 春落会谁相遇 不打扰扰嚷嚷人间 痛看一回窗前圆中花枕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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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